第五单元刚刚讲的部分是在第一几页就在这里 OK,所以1到7行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是建议如果你输入之后 底下的程式你不要急着马上写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看一下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 所以基本上的习惯怎么样 你可以先把那个结果先print出来 先不要,底下东西先不要管 OK,先把它注解一下 那我是建议你把这个最后的东西print出来 那print我建议是back到前面去 就是你跑完之后然后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把这个scope给print出来 那你还想说scope里面到底放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输入89分 假设随便输入几个OK 65分 我大概输入个三个就好了 意识到一下 -1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会把什么 把这个最后append到scope里面的东西 帮我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 print的结果它会是我刚刚输入 但是你会发现 最后会多一个什么 不应该有的东西 -1 所以你会发现 就我同学问说老师你为什么后面要减1 原因很简单嘛 你print出来就知道 这有的时候答案其实都在print之后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的习惯 最后当然我就不会print 所以我程式里面没有写print 然后很多东西就照着打 打完之后发现 为什么会有负1 把他减1嘛 实际上就是要把什么 多的那个扣掉 不然的话会产生 所以待会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知道说 它的总共会有四个东西 所以如果用len的话 tuf1就是4 那4不对啊 我们只有输入三个 那怎么会变得多一个 所以记得把len减掉 那所以后面这边的话 我底下的程式就是 如果我要输出共有几个学生的话 那记得你这个地方就用len 有没有 把它包够外面 然后最后记得怎么样 把它减1 减1之后因为要把它串接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共有总共四减1嘛 所以有三个学生 OK这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呢算总分 那其实算总分 怎么算会比较最快 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 total 这个变数嘛 等于什么 其实我刚刚讲的一个sum 刮弧 那sum的话呢 你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scope放进来 有点像那个 跟那个excel一样 选一个范围 这个其实你可以把那个 scope当成类似一个范围 然后呢把这个结果呢 加总的放在total 那把total结果print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里面怎么样 有个负1 那如果你加总之后应该怎么样 会少1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是不是加1比较好 可是感觉会怪怪的 有没有 但也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啦 不过我是觉得归根就底 最好的方案 你就不要把负1加进来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改写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假设我想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思考一个问题 其实我这故意写成这样 这里面的话 故意弄一个陷阱 因为多一个负1 但如果我今天我希望 不要把负1加进来的话 程式该如何改型 这有关键 前面我有讲过吗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做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呢 应该什么 应该在这边 if 所以输入完之后 所以输入完之后 做一个if if什么呢 if这个score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把它搬到这边来 这边加一个 画一帽号就好了 就是让它一直跑 你一直跑 一直输入就对了 画一帽号 这最简单 然后判断的话 把它移到下面 如果它不等于负1的话 那就怎么样 那就是输入进去 另外反之的话 反之应该怎么样 反之 因为画一帽号 一定要对应一个东西 就是break 所以记得 如果你有画一帽号 那就会一定要有一个地方break 这样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 比较没有刚刚的问题 我看 是不是 输入完之后 判断是不是负1 如果不是负1的话 才append的 如果是负1的话 那就break 好像应该ok了 所以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避免掉刚刚那个问题 所以这边故意有个陷阱 因为其实很多人 写完之后 常常就有陷入这种问题 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就是你要print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问题 那你要把那个问题解决掉 那你这个程式就是ok的 不过我看很多人就会走这种盲点 其实大部分我觉得都是比较急躁 想要一下子全部做完 那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设个中间print就知道 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print应该就ok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就假如说我如果我做 这个先不做 那一样把它print出来 看一下会不会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边 刚刚拉的时候把这个skill拉过来 应该按Ctrl键 Ctrl键是复制的 我先多拉加Ktrl键 ok 这样子执行一下 那基本上的话 再输入一次 所以一样 然后最后一个-1好了 输入三个 刚刚print会多一个-1 现在会不会呢 Enter 就不会了 那如果不会的话 后面就简单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的逻辑错了 那后面你会 要因为你那个逻辑错误 而要去一直在修正 那不如你就源头修正完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修正完 那我们底下就可以了 print几个学生 几个学生就不用-1了 不用-1的话 那当然就简单多了 所以把这个输入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了 就是用total等于sum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跑个回圈 这里下是每一个回圈累加累加 把每个成绩累加起来 再丢到total也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下面的写法 相对比较复杂 ok 那最后的话就是什么 把那个结果的平均 计算平均把它做出来 平均的话 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total除以什么 几个学生就好了 所以这边也不用再减一了 ok average就算完了 最后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本班成绩 冒号几分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可以加一个大瓜糊几分 平均几分 那后面的话其实可以用什么 用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把这两个大瓜糊用format把直带过来 所以format非常重要而且很好用 format什么呢 这个这个瓜糊放什么 就是放total 所以你可以把total放过来 ok然后加一个第二个 因为有两个大瓜糊 你就要两个资料 三个就三个 反正的资料丢过去 然后再把average丢过来 丢到这里来 那如果说你希望总分是 输出的话是整数的话 整数哦 ok 那你会在大瓜糊里面加个什么 冒号 d 就指的是你是一个整数输出的一个格式 ok 那如果你average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第二位还记得吧 冒号 点 2 f 这样就ok了 输出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基本上 假设没有问题 把它safe 执行 看一下 这边错哪里 通常是后面又少一个hold 因为 常常打完这个format之后 忘了给print这个大瓜糊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语法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ok 那比如一样 把这个输出 第一个乘七 第二个乘七 假设我一样 输出三个 最后的话 按负一的话 就把几个学生 跟总分 跟平均 就帮我算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边有个修正 修正的版本 我一样有把它放在底下 在第几页呢 在这里 修正逻辑这边 应该是在第三页的地方 就是把那个画尔回圈改成 画尔后面就用一冒号就好了 然后呢 input的一样 只是在input的下面 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样子修正完之后 在你的串列里面就不会有负一 不会有负一呢 就不需要针对你那个资料再去怎么加一 简易 所以底下的部分呢 就可以很快的帮我算出几个学生 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这些事情在eSale来做 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可是 差别只是说 一个用程式来解决 一个是用滑鼠键盘 有没有 eSale里面 不是也这样 eSale里面只是一直输入成绩 输入完你就 把它用sum就可以加种 average就把它平均了 OK 然后count就可以算几个 OK 其实当然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主要是利用python 来再做一些操作 试一下这部分